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 接下來我們要帶著李敬義去做這個什麼劍先 最先 欸 最先劍法 沒想到今年又失敗了 看來我叫暈高歐世海就磨練技有技術 今年又 難不成 杭州什麼聯度社會是我錯過了嗎 真好奇 最少請留步 在下也是武學中人 好奇你帶著杭州參與何種聯度社會 若是和武藝有關社會 能否告知 唉 我錄一康就有100派東 只不過是默默無名之北 誰畢竟 真可能去何人切磋武藝 說不像嘛 我就挑戰釀酒 哪在釀酒比賽 看來這傳聞只有我三箭派人士知道 我就告訴你吧 劍鋒派 廢伏派 拔野 八法門 山山派 甚至三箭派 三箭派 竟你也奮爭不斷 江湖師有所聞 但不是從何年開始 每年實施 總有不知 民人士在最深入地的包廂 並向三箭派人士笑了挑戰鐵 比的去是釀酒 每年提供還不同 他只說 只要三箭派有人做出他的要求的酒 讓他喝的認同 他就會讓人知道他真實身份 並給他一分大禮 比釀酒 這麼怪 對 就是因為這三箭派 近年都在爭奪武力上的勝負 那會有了你這個不知從何冒出來的人 最後少說像我這種學意不驚 卻對釀酒很有興趣的人 才會每年千來挑戰 原來如此 我倒是很好奇這層面到底是誰 你如果是好奇想要挑戰的話 去問問最先頭的邪惡吧 雖然我覺得你會白跑一樣 啊 我跟你多說了 我聽說太瘋了學到釀酒的技術 我先探探 告辭 三派比九 好 那我們先去東華藝莊 咦 走錯了 走錯了 然後最深樓 好 我要翻棺材是不是 嗯 上前啊 怕什麼 哼 笑什麼 你沒見我像這麼一軍俏人嗎 我是想說等一下人會嚇死人 更何況你長成這副生人物已經得心 還得在棺材裡 就是你的不對了 你 大哥 這小路子路子不信鬼神 換作他人 老早的時候嚇了屁股量有巴合就好 對了大哥 怎麼碰我笑不怕的 誰要該怎麼辦才好 這些賊人故意裝神弄鬼把人嚇唬 能不能對這一裝人打個和我一樣主意 還不快滾 當然是來這尋寶 煩到是你們這些賊人來裝神弄鬼 還不速速離去 省得我動手 大哥 這小子好大了口氣 原來他也是打最久主意 那我們說什麼都不能讓 是啊大哥 好 無論有此 秘密藏身處 要真的讓他收拿就拿 收手就腳 哎呀 不要打 那這些賊人是打算佔據這裡 那可不成 那你猜大哥 很好 蜘蛛是我們先戰 東西都歸我們 想強取 蟹賊 雷姬電訊 雷姬電訊 奇風迅雷 傻 傻 傻 怕了吧 沒閃過 沒閃過 蛤 蛤 蛤 兄 你 替我報仇啊 腿法其實命中率蠻低的 小是身手罷了 就是你要打很準啊 這個人到底在幹嘛啊 那個後面的富人 那我不能按 不知道什麼 為什麼不能按 為什麼我現在不能按 誒 這應該是可以按的喔 是不是當機喔 我重新重來一次 好像有順序的樣子 就是光材是有順序的 是嗎 應該有幾個不能按 然後我先按別的就可以 就能按了 不是吧 不要耍我啊 好討厭喔 為什麼會這樣 卡住是Bug嗎 為了點光材 要不讓我 按什麼反應啊 應該會有東西才對啊 喔 氣死我了 這Bug嗎 那你這個 不要鬧了啦 那我再想辦法 喔有了有了 有了 棉花扇 我剛是走很遠 再走過來 你不要一直跟著 唉 現在要滾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你看他 你看他看到我 我一直在跳跳去的 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是 對油跟水的關係 好啦至少我們拿到東西了 我們再找 李建一陸隊吧 真的很奇怪 那那個要給誰要忘記了 我先去最先樓好了 最深樓 好快轉 好找小二 咦 是這樣嗎 來著 何人 這人講話規裝的不倆不倆 還查了這屏風之後 真的是不想讓人查取他的身份 再下是陪我 主持前來 想參加你的釀酒挑戰 主持 請報一下名號 喔 呃 呃 再下巴法門 你建議 嗯 想不到巴法門之中 如此知名的地址 居然願意前來接受我的釀酒挑戰 好 真是好極的 不枉廢我努力這麼多人 看來這人對三千派相當了解 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那麼請到這平方之前 我有東西要給你們 最上等的東早酒 最上等的東早酒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最上等的 看一下喔 這個這個算嗎 嗯 你還是只有最最下等東早酒 還沒量成功嗎 喔喔喔喔 還不行 好 好 我們來 我們快走哈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老人 不用昏的材料 好 走吧 那我們去釀酒囉 去開封釀酒 好快轉 好 像那個材料巷子 東早 跟蜜桃 然後 可以附加一些東西的 可是 嗯 不知道這樣 有沒有知道 最上的 出神入化 出神入化 是最上等嗎 嗯 我怎麼知道哪個是最上等 哪個是不上等 看得出來嗎 我們再練一次好了 像是 東早 和蜜桃 很難 這個是的嗎 再一個 再一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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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了嗎 試了嗎 是 最上等的嗎 怎麼看出最上等的 要比市面上賣得更棒 應該有了吧 好快轉 啊 是這個嗎 哦 是的是的 好酒 難得三千派自動 有你這種釀酒 告訴我 想必頂兄弟 別再求 如此 我才不是酒吃 這酒不是我釀的 是他釀的 什麼 哎呀 野兄你傻 你這時候城市做什麼 這樣倒走鴨子不就飛了嗎 看來這下子只好放棄的 哈哈哈哈 想不到 我立下的規矩 竟然被你們用這方法騙過 好讓這飛三劍派的外人參加 你們破壞規則在線 就不能怪我不預約給賞 唉 果然如此 但是 你們居然能奪得優勝 可見這高手 果然在民間啊 這裂舞吃驚 太有趣了 我決定 不該讓這外人空手而回 讓我出來見見 這下 就算不知道其身份 但至少能知道這人是長的什麼樣子 啊 你是 李兄弟慢著 我可沒打算對外人透露我的身份 你可別說 是 巧李兄之無恥反應 想必此人必和三劍派之敵 在三劍派之中 必定以來頭不想 可惜 我還以為屏風後面躲著 是個角色美女 或者是最先 沒想到 竟然會是相貌堂堂 充滿瑕士風滿的人 我也沒想到 小兄弟也是長得一表人才 居然能釀出如此好久 但我更沒想到 你居然能拉這八法門的李堅穎 來這比酒 這點我可是努力了多年 都還能沒做到啊 客氣了 不知前輩如此努力 每年辦這比酒 是為了什麼 一來我就是愛酒 二來我見三劍派多年紛爭 要是能以酒化的微有就好 無奈三劍派弟子 願意參與的人太少 大多不當一回事 所以 我並不對外人透露身份 也是以免讓人閒話 當一在下看來 前面這次抓老三劍派 也未必能和好 或許 則是如此 但我現在反而看到一絲希望 這本最先見覺 是我畢生所學 現在就交給你了 前輩 這是為何 這最先見覺 本來就只是 武功和釀求高強之能的學習 連這已建議都願意跟你 可見你武功在他之上 我希望你有一天 能把這武功 用在讓三劍派和好 這 別再回頭 我心意已決 三劍派將來就靠你了 李兄弟 別想任何人偷漏我的行眾 我先走一步了 是的 晚輩一定守口入品 少小 看來前輩對你如此賞識 你就別再偷偷了 嗯 想不到前輩對我如此 寄予厚望 也只好如此了 李兄 李兄三千起口量子 因為他也沒用 這次就告移動路吧 該離開這包廂了 好 好 我們 準備吧 實用 最先解決 登登登登登登 太強了 你建議 如果不講義氣 那在這世上 還有何話好說 我們看一下這個武水啊 哦 感覺蠻帥的耶 他是像葉子這樣子啊 後面兩招怎麼學 千杯不醉 OK 好 好 這集都差不多了 我先把這邊的武功給他們 然後 成年老酒 好像沒辦法 好 這樣吧 好啦 那 這邊可以示範嗎 示範我們最先堅決 好像沒有 哈哈 我們先裝備好了 完全見 好啦 那我們這集先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頻道 歡迎來到我們頻道主下方案圖片按一下 訂閱 右小鈴鐺按鈕跟鈴鐺就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能收到公共劇咯 謝謝大家 大家 這集的收看 拜拜